大家好 我是Chantelle 很久没报道关注姚卓飞 17岁生日 明年18岁 见证一年一年大 明年18岁希望 第一 财政独立第二 看看升读什么大学 第三 看看会不会 一步步实行个人演唱会 还说红馆是他的目标 未知现在的粉丝有没有新加入 还是很多旧面孔仍然都支持他 我看见好像有点我认得 之前我也在线下下过去 没有人一直支持 见证小妹妹她们说小公主一直长大 在将军澳出席了签名会 唱了几首歌 兼夹收了礼物 其中 收了一个 表面上是一张10元价值的纸币 但实际里面的价值 说是无价无限大 for Chantelle本人 这个物主相信 我相信都识心地找了很久 其实是可以找的 但是你不要让对方知道什么用途 总之我特别想要这个 正常的一些 割让价钱 如果你说要送给Chantelle 送给明星可能贵很多 但实际价钱他猜不到 但我的诚意是无限的 是无限大 大务价 就是BB BB 22 09 06 刚好 他在06年出生 9月 22 刚好中了 是连接日期的排列 还要找到BB 真是厉害 有些人是收藏这些 有很多 你见IG有些很出名 是人都留一段钱币交换的 那个是出名的 神人 不过他应该不是在那里卖的 但是要找 你说难 亦都可以很难 未必真的过有这个号码 但我相信他找了很久 变成了 小公主就开心得不得了 很难得 17岁 然后 问到生日月望 说说了不靓 不过是关于读书的 他那个愿望 爸爸给了一封大礼士 祝我身体健康和学业进步 亦都为粉丝吃月饼 小粉丝亦是一个互动 签名会 唱了几首歌 问到 大了想财政独立 不要再依赖父母 好生性 然后想推出首章 无人专辑 另外就问到 大学方面 就说 想在香港读的 因为香港的家人在香港 自己有香港 近一点 他亦都有一些心仪的大学名单 没有说出来 香港也有的 但最终 他会在哪里就读 应该大机会在香港读 然后问到会不会开过场 说也很谦虚 说未达水准 将来希望有机会 等到18岁成年之后才开 因为 想自己成熟点 和处多点歌 红管是他目标 再问到会不会到场支持Gigi 他就说 看表演就去不了 但会去探班 亦都鼓励Gigi 因为Chantel 也开过演唱会 和Ascar 大家还记得 表现相当好 不过就两斤分担了 和张志豪 现在Gigi自己一个 独脚戏 他说更大压力 鼓励他 不要给自己太多压力 因为他说明白 一个人开过场很紧张 和他现在要努力养好声 和要好好休息 自己要 做得 更加加油 要做好自己就够了 亦都很多人说他瘦了 他说 没有上榜 不知有没有轻松了 不过 回来香港两星期 吃得很清淡 看看他在接下来怎么样 另外另一边 他和Sherman去了 中秋节买料整月柄 很搞笑 说原来 他没见过咸蛋 不知道他有没有 见过咸蛋超人 讲笑 咸蛋超人 你见过了吧 然后他还说 皮蛋和咸蛋 Sherman说笑 试过买皮蛋 但还没买过咸蛋 Sherman说 两种蛋好像没什么分别 这些可以做街头小挑战 分哪一只咸蛋 哪一只皮蛋 可能都会笑气 所以不是的 多可会接触 有印象的 当然 但是你说 突然问 皮蛋和咸蛋 怎么分 不可能看到 实物会分到 但是 如果让我想像出来 一时好像也可能考虑 当着给他试 后来 憑感觉买了25只咸蛋 后来回去做月柄 给小飞酱吃 和 拿去 现场 他之前做过奶黄月柄 也做得不错 后来这次说要挑战做传统月柄更难 他说 就靠做奶黄月柄的经验去做 步骤和材料复杂了很多 后来也叫做总算做到 要等月柄的皮发酵 在这个空档他做鸡蛋给小飞酱吃 你看到最终也做到的 挺好的 都似无似样 那个饼形 颜色好像也挺完整 相当不错 有些小聪明 另外跟粉丝一起 有一班 应该是一些忠实的 资深小飞酱 相当开心 我们最近没什么 报道 Chantelle最近不是特意 好像没有 因为他回到澳洲 就少了news 反而之前的生日会 应援就好像是撞了JPEG 那时就很夸张 JPEG刚刚爆出来 一天三四条片 跟进就好像 是踏正的时期 跟着了 所以这边我们补回 看看大家怎么提 见证着小公主 一路一路 17岁 这么快 几年了 2021年 4月 是星梦 我正式正式拍 娱乐 音乐 是国类的 集团 21 2223 不知不觉就多少年了 212223 两年多了 好像看着他很快 17岁 Gigi又18岁 很厉害 看看大家怎么看 未来 不同月份也会继续有他们的生日 Yumi就12月 又是 到时又第一岁了 看看他们的afterclass 未来是怎么发展 四小花 听到这里 也帮帮忙 按订阅 如果旧观众还没按 多谢收听